好 老師今天你帶來的第一道呢 是 也是現在很夯的食材 就是杏鮑菇啦 這個是素食的雞肉 素食的雞肉 素食的雞肉 這個非常好吃 那口感又好又脆 那老師今天這道杏鮑菇 你要怎麼做呢 今天我們用煎的 那杏鮑菇 各位觀眾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在吃菇裂的時候 會不會酸酸的感覺 會 那是多糖體的關係 如果我們用溫度 改變它的食材結構的話 就不會那種清醒的 就是用炸的 或者是用煎的 就不會酸酸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難怪 其實它不是壞掉 它不是壞掉 那我們今天趕快請老師來教我們 他們就開始來切割 那切割首先我們就 對切就可以了 老師是不是今天這道杏鮑菇料 我們要選的這個菇要 比較肥的 對 比較肥的 比較飽滿一點沒關係 然後底型也要比較均勻了 是不是 對 不能說底下胖胖 然後頭小小的 對 反正我們烹調時間會不一樣 就有的可能會煮過頭了 是 有的可能還沒有熟 也會有這種清醒的發生 那我們現在切的話 切十字刀 好 那切的深度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深度 沒關係 甚至於彎之一的深度都沒關係 好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溫度來導熱它 它的鎖成時間會縮短 好 我們現在要煎 開始要煎了 我們就加油進去 好 那我們就下去煎了 好 像也有人就是切了這個花刀之後呢 就把它拿去用烤的 對 還是可以 對 可以 就是不要用水煮就好了 觀眾朋友 我們在煎這個 菇裂的時候不要被它騙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冷油的時候 冷油跟冷油的時候 它菇海綿體嘛 對不對 它一吸油進去 但是它有到一定的溫度的時候 它也會再排出來 對 釋放出來的 所以不要被它騙了 這個時候 好像油不夠再加油進去 就騙了 就騙了我們而已 所以我們要一口煎一點就好了 就速騙了 對… 好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調味 那調味的話有 豆腐乳 辣味的豆腐乳 最喜歡這個味道 這個加在那個饅頭裡面有沒有 真的好好吃喔 糖 來 再給鹽巴下去 好 這是冷開水 冷開水 因為要有液體 它攪得動 才攪得動 怎麼有這麼可愛的 網路買的 網路買的 這個是我們要的醬 好 我們可以放在那裡 沒關係 好 這樣遠遠看很像那個花枝耶 對 等一下它就不會這種情形了 它就一樣會平平的 已經縮水了對不對 那縮水它首先是鬆出來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 好 我們調料調好了 這個時候 將我們的紅田椒 好 在用之前要泡 先泡冰水 泡冰水 泡冰水 這個也是一樣泡冰水 那我們就先把它拌進味道裡面 讓它等一下 會細味道 比較有味道 不會很單純就是吃一些什麼蔬菜的味道 好 這樣拌一拌 等一下淋上那個杏鮑菇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主持人有沒有看到 水對你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油不要加太多 然後剛剛是翹翹的 現在就擺平了 現在水分都已經出來對不對 剛才沒什麼水分對不對 是 油變成吸了 現在啊 那現在 這是有水跟油 油 對 已經適用出來了 所以不要被騙了說 好像這樣沒有油 油又加了 那就吃太多油了 是 而且像剛剛老師說 它會慢慢變平 我剛剛還忍不住 要給它壓一壓 因為我覺得怎麼翹起來 那等一下它的那個熟成呢 不平均 對對對 我那個叫多此一句 對 難怪老師呢 老行窄窄 對 變暖了 就 等下見到它沒有水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老師你研發這道菜真好 開始沒有水 開始沒有水對不對 就已經差不多了 讓它再上色一點就可以了 好 這肯定很好吃 我本來這兩天還想去買這個杏鮑菇 來滷啊 滷好像就可以了 其實滷了會建議的啊 跟煎過再滷 會更好 你看 丟出問題老師就覺得 一個非常好的回饋 就是說 先把它煎了之後再去滷 對 應該會更香對不對 更香更好 口感會更好 哇 這個杏鮑菇 這種做法 我實在是 沒辦法拒絕喔 好香喔 嗯 哇 煎出來的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老師你這道杏鮑菇料理 是不是很瘦血色的玩意 對 所以我真的會教這一道菜 因為樣子也很好看嘛 對 老師給它切花了 對 那剛剛老師特別提醒 這個花到底要切多生 他說大概是 整個杏鮑菇厚度的三分之一 對不對 對… 你看老師 有用心 我有用心都可以提起來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 少油 對 也幾乎沒有什麼油煙 對… 好 好 OK 那我們就直接醬汁淋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豆腐魚呢 我們東方人非常非常的愛 就很像韓國人愛他們的大醬 然後呢 日本人愛他們的納豆一樣 都是屬於那個味道呢 比較… 專屬於華人世界的啦 好 老師今天帶來的這個是 老師這算素的耶 沒有錯 全素喔 對 全素的耶 對耶 全素的 好棒喔 這麼棒的素菜喔 好 是 好 香煎葫蘆性包覆已經完成了